哈喽,大家好,我是丽梅 哈喽,大家好,我是Samenta 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的 想要跟你介绍这个 Young Living 的优等配套 到底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呢? 好,那我们来一一来揭晓 好,这样我就开始咯 哇,这里面有十支油 它其实后面呢,是一个蘸角 你可以拿它来摆在你的家,摆美 哦,对不起 可以摆设在你的家,来展示你的精油 就这样子摆着 还有什么宝在里面呢? 好,不要忘记,因为这边还有一层的卡 在这边,它有这一个的袋 我们可以这样子取出来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嗯,还有更多 所以这里有 这个 凌夏红的 有两包凌夏红的 超级抗氧化的营养 营养饮料 还有 这个是 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精油的样本 嗯,所以你可以 很简单的就拿一些出来 分享给你的朋友他们用 可以 这样也不错哦,有这个样本可以给人家 试用精油的样子 如果你突然间忘记,因为这个真的很容易携带 你可以随便就放在你的包包啊,你的裤袋啊,里面 嗯,ok,不错 嗯,我们还有多一瓶 所以不只是有10个 还有其实还有多一个 11个,总共有11瓶 哇,不错哦,这个配套 嗯,这个黑色的盖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黑色的盖子呢? 这个黑色的盖子呢? 其实,哦,这个是 Young Living,他们有申请专利的滚珠 据说是可以 放在每一个精油的 头那里 然后你就可以滚在你的身上用 哦,ok 还蛮神奇的 还有呢? 诶,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小的瓶子在这一边呢? 哦,ok,所以这些小小的瓶子呢? 嗯,总共有10个小瓶子 那你可以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啊 你可以打开来 比如它就是这样子 可以装差不多2ml 2ml的精油 那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啊 或者你可以随身携带在你的包包里面 就是如果你嫌这一瓶很重很麻烦 带的话 哦,又或者是你去旅游的时候 哦,也是 蛮方便的 对吗? 很方便 所以我不需要带这么多 这么大支的精油在身上 对 因为我发现到这边有一张 有那些卡 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哦,ok 所以这些卡呢 基本上它提供了不同精油 它们的资料 那像说这个Tees的话呢 打开来看的话 它里面就跟你讲解 Tees到底可以怎么用呢? 它 然后 你可以每天加2D啊 把它涂抹在你的脚板身上之类的 那后面其实这里 你还是可以放它的 你自己本身的联络方式 嗯 然后 其实这个东西设计的很巧妙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可以跟这个小瓶子一起 嗯 夹在一起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 好像一个小名片送给你的朋友 哇哦 那 所以如果你看这里还有的小洞洞 你是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看到那个洞 然后把这一个小瓶子的黑色的盖打开来 然后 把它们这样子 就把那一罐油 就可以把油加进去 这样子 对 看到吗? 这样子 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主意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送朋友一个小小份的礼物 这样子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 对 这个优等配套呢 主要就是真的是在鼓励大家 把好的东西都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 所以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对 非常的棒 诶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看到桌子上还有 哦 这个是 通胶扩香器 嗯 扩香器 所以它 基本上 嗯 用精油有好几种方式 所以其中一个方式呢 就是可以滴在扩香器里面 嗯 那这个扩香器 其实如果你看到的话 它这里有红色的那个 嗯 好像类似一个 就是说它 它就是那个水的分量 不要超过红色的点 不要超过红色的那一点 对 那你可以加 一般我会选择加过滤过的水 然后倒在红色的点那里刚刚好 嗯 嗯 差不多每次就是两到三滴 看个人的喜好 看个人的喜好 嗯 又或者是你要扩香的那个地方的面积有多大 嗯 如果面积大一点的话 这样子我就要 可以放多一点 放多一点 地多一点精油这样子 对 又或者说好像 嗯 家里如果大家都在生病 嗯 所以有被细菌感染之类的 那你可以加多一点精油 嗯 就是它有那种 起着了杀菌的效用 哦 ok 对 它这个扩香出去到你的空气当中 所以 它这个能 就是 一开始用的话 我们能用多久呢 它可以用上四个小时 那这个扩香器它里面还配有一个很安全的那个设置 嗯 如果里面的水已经干掉了 它会其实自动把那个电给切断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担心说 开着一整个晚上 对 对 这样子挺安全的 因为你 它就是说 它扩香四个小时过后 它就会自动停止 自动停止 对 这样子也是蛮安全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半夜起来就是要去关店 这样子 哦 而且这个扩香器好的地方是在 它真的很安静 嗯 所以你可以放在baby的房间里面 那不会吵到baby 因为有些扩香器它们是 以不同的那个方式来 来把这些精油的分子 扩散到你的空气嘛 嗯 所以它们有时候是会比较吵 嗯 所以可能会吵到baby睡觉啊之类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安静 嗯 这样子我可以用在我baby那一边的 在我的baby房 嗯 然后这个就放进去了 嗯 可以放进去 可以 我是看到这边它有一个按钮对吗 对 所以当你按钮按一下的时候 其实是蓝色的灯 嗯 然后它就开始扩香 对 然后如果你不要那个蓝色的灯的话 你觉得太碍眼了 你可以再按一下那个按钮 嗯 它就会变没有燃 没有灯 就是蓝色的灯没有了 对 它就还是会继续再扩香 对 OK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你可以按照你想要达到的不同的目标 然后加就是你想要的那些精油嘛 那这些精油到底应有十种真的很多 可是真的是对我们日常生活啊 还有你的大大小小都其实很好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个一个为你们讲解 好 到底怎么去用这些精油 好期待哦 哈哈哈 OK 所以第一个呢是薄荷 薄荷 青色是peppermint OK 所以我一般 嗯 会开来这样子闻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倒进 扩香机也是另外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是我可以倒在我的手上 然后 嗯 涂抹 然后就可以 嗯 按摩我的肩膀 呀 你可以试一下 按摩我的肩膀 因为有时候我们 嗯 工作啊 需要打电脑 肩膀会很僵硬嘛 嗯 会还有你抱别啤酒了 对 我需要这一个薄荷肌瘤 来舒缓我的肩肌肉 对 肌肉酸痛 对 然后你可以 啊 就这样子深呼吸 真的是可以提神 会提神 特别你照顾小孩 有时候真的晚上睡不好 可是隔天工作 又要 要打起精神 眼睛要睁开 又很累 破魂精油真的可以帮助到你 嗯 好 这个真是不错的一个油 是 我看到有一个薰衣草在这一边 对 薰衣草 薰衣草 一般我们 就是女生都会比较喜欢 因为它有一个 很香的那个花香味 好舒服哦 你闻了会让你很安神 就 薰衣草有让你安神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一般满 就是我会倒在我的手掌心 然后 我抹在我的脚板 我会按摩 就是我要晚上睡 脚板它怎样能达到效果呢 就是晚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精油来按摩我的脚板的 嗯 就是脚板的中间那个 就是所谓的涌泉穴嘛 它的穴位啊 对对对对 脚板的涌泉穴 嗯 那你按着按着 就是用 配合这个薰衣草的精油 按着按着 然后它真的是可以让你整个人 比较放松 嗯 然后我也会涂抹在我的枕头套上面 哇 你整个房间都很充满了薰衣草的味道哦 是是是 就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好香 呀 然后 其实薰衣草还有很多用途 嗯 薰衣草有可以帮助你的头发增长的那个效果 是吗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样子我应该需要 因为生产过后你懂 可能会比较容易掉 头发会掉的比较多 对 这样子我应该可以来试试看来 对对对对对 这一边头皮上面哦 是 一般你就是可以 洗完澡过后 就是头发还没有干之前 你就可以倒一些 然后 嗯 擦在你的头皮上 然后就是给你的头皮按摩啊 对 嗯 按摩 好舒服哦 对 真的是好香 而且这一个还有就是 我听说的 如果你在厨房啊 还是什么你割伤的 有伤口吗 会很痛 所以你可以先把血 止一止 止血了过后 你可以用这个薰衣草来 来涂抹 就是来 就是有点像说 取代那个黄药膏 或者那种黄药水 嗯 它可以帮你的伤口 愈合得比较快 原来这个薰衣草有这么多功能啊 是 可以放松心情 对 然后又可以 可以长你的头发 可以长头发啊 然后又可以 帮助你的那个伤口愈合 对 真的是错了很多 还有很多妈妈 她们有孩子 哇 跌倒啊 然后有绷尬啊 就是 哦 预须预清 大大力的 对 她们也会用薰衣草来帮她们按摩 哦 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笑得很快 哇真的 薰衣草 想不到她的功能是这么多的 对 我也还蛮惊讶的 但我知道 哦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有 食物敏感 对 就是皮肤敏感之类的 你可以把薰衣草 一滴滴在你的舌根下面 嗯 舌下 这个薰衣草能喝? 是的 我没有听说过精油 是可以拿来喝的 呀 这个就是 Young Living的精油 其实跟一般的精油 在市场上里找到的精油 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她们的品质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在于她们的 嗯 整个栽种的过程 嗯 从种子到它 它密封起来 嗯 其实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 哦 所以她们不会选用 基因改造过的种子 嗯 反而她们会去挑选 最好的品种的种子 嗯 像说这个薰衣草 嗯 Yang Living选的那个品种是 嗯 很少你可以在市场上找得到的 嗯 市场上找到的薰衣草 其实都是让你闻了很 很很很 对 我也是有闻突然间很刺鼻那种的感觉 对很刺鼻 对 也没有加农药啊 也是不会用化学的肥料来摘种它们 所以真的是 嗯 一分钱一分货 对 真的她们背后的辛苦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嗯 嗯 接下来呢 我看到这个黄色品质是什么 这个黄色的是 柠檬精油 那这个柠檬精油 还没有看过 它本身就是 嗯 从柠檬的皮 如果你有 你应该有切过柠檬吧 对 切柠檬 然后就挤那个水 挤那个水 然后就放在家里的水 这样子喝 对吗 那其实呢 现在有的这一瓶 你就可以省了所有的功夫 真的吗 哈哈哈 对 因为 因为哦 这个柠檬的精油 它其实从柠檬的外层的皮 嗯 嗯 就是用冷压缩的方式 把那个精油挤出来的 哦 就是说它是用那一个柠檬皮 来把那个油挤出来的 哦 OK 所以它其实 像是我们在外面买的柠檬的话 那一些皮啊 其实都一般都有那些农药在的 嗯嗯嗯嗯 对对 你不会想 就是你要洗得很干净 你才挤的 然后放在你的水嘛 对 嗯嗯 所以用Yang Living的话 我们真的就不需要担心有这个农药的问题 对 嗯嗯 这挺不错的哦 是 柠檬精油有很多好处 比如 嗯就是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 我一般都会倒一滴在我的被子里面 因为柠檬精油有很强的那个 嗯 它可以有强效的可以去除那些油 油脂 油脂 对 嗯 所以你不会想要把它加入在那个塑料杯里面 嗯 因为这个柠檬油太强了 它会把塑料里面的那些小分子给清湿出来 嗯 所以你不要喝那些塑料聚合物在你 进去你的身体 嗯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跟朋友建议说 你可以用陶瓷的杯 陶瓷 或者用钢杯子 钢杯 陶瓷 玻璃杯 或是钢杯都行对吗 对对对 哦 ok 好 你记住这一点 是而且是妈妈的话 你一般在家里的话会有很多 肮脏的东西 对 或者你 好像衣服 衣服肮脏 对 然后厨房也是肮脏 对 或者小孩子他们就是黏那些 黏纸 贴纸 贴纸 撕出来了很难清除掉那些 对 还有一些绵绵的粘在上面 对 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一滴 然后把 就是说你这个是肮脏的东西 然后一滴进油在上面对吗 对 然后你就让它停留在 5到10分钟 哦 5到10分钟 然后它之后你就可以轻轻的用那个抹布擦 哦 这样子能够去掉那些肮脏的东西 是的 是 哇真的是好神奇 好像很多功能这样子 对 对 因为我本身我是 就是我做化学 我会做化学的东西 那我拿了一个我们平常用的保利笼 你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做实验 当你倒了一滴柠檬油在保利笼上面的话 它其实会瞬间的腐蚀 会溶解掉那个保利笼 它会溶解掉那个保利笼 所以真的不要用塑料的东西 如果你要用柠檬的话 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每个精油都是需要 不可以用 保利笼塑料的东西 嗯 特别是柠檬 就是这种 怎么讲 它的那个酸 对 比较酸的 果实的这些精油的话 最好不要去碰到这些 保利笼啊 或者塑料的东西 OK 然后还有 哦 柠檬精油的话 还有就是 对我们的皮肤 它有美白的作用 真的吗 你好想要美白我的皮肤 对啊 特别我们在亚洲 女性都是 有就是一白折三重 对 所以这个柠檬精油 一般我们 我都会就是晚上 洗好脸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敷在我的脸 就是到一滴 然后就这样子 轻轻的用手指尖 就这样子 慢慢的 拍拍拍打 拍打它 拍打在你的脸上 哪里想要美白更多的 你就可以拍在上面 像这个只是能用在晚上吗 对 只有晚上才可以用 因为如果你白天出去 涂着这个柠檬精油 它里面有其中一个化学分子 遇到那个阳光的话 它会让你的皮肤变 就是变白化了 就是那种变白斑的 变白斑 或者是会不会讲说 会 熬伤 那个皮肤 也会做伤 对 也会做伤你的皮肤 所以你不要 那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脸上 这样 这样子要 就好像在晚上那时候 才油会比较好 对吧 是 接下来的是 卤香的精油 卤香 卤香 是什么东西来的 卤香 它叫 油中之王 油中之王 这样子 这个一定是很珍贵的一个油 是 是 真的是很香 难怪叫卤香 这个精油 它的原产地是从 土耳其 奥曼那里 奥曼 奥曼 土耳其 那一带 就是比较地中海的区域 你才可以找得到 这种植物 那杨林林是 唯一一家精油公司 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农场地 就是种植这个 卤香的植物 所以真的是 卤香油真的是 为什么叫油中之王呢 因为它 你什么东西 不知道要用什么的时候 你就去用它 就好了 这样子也是 其中一个的神奇油 对 对 就是 它有这个 怎么讲 让你 抗 就是抗作文的 那个效果 又是一个美美的油 美美油 对对对 然后很多女性 她们就是晚上 要睡觉之前 可以涂在这个鱼尾纹 有的地方 这边周纹的地方 对就是还有抗周纹的 抗 就是让你可以 就是把皮肤 修复你的细胞的作用 就是会修复的 那个皮肤的细胞 慢慢地变好 对吧 是是 好像有 我有听说过的 就是如果你有老人斑 或者黑斑 之内的 你都可以涂抹这个乳香 在你的脸上 它真的是很慢慢地 它会淡化 是是 所以 其实这两个 柠檬跟乳香 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这样子 我这样每天晚上 就要叠柠檬跟乳香 在一起 用在我的脸身上 美美的 对对对对 OK 再来就是这个 Copaiva Copaiva 很特别的一个名字 对很特别 而且不是每个 经油公司都有这样子的 这个品种的经油 哦 它是什么用途呢 它有一个很淡淡的 木的香味 对 很清淡 是很清淡 其实是 这也是还蛮贵的油来的 真的吗 哇 里面都有好几个蛮贵的油 是 比如这个卤香 对 这个Copaiva 也是还蛮贵的 那一般 因为它真的是很淡 它的作用真的是 你可以用在baby 嗯 它如果长牙齿的话 它们会咬牙 对对 会不舒服嘛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 倒一滴 在你的手之间 嗯 然后就抹在它的牙印 牙印那一边 对 哦 它会让它就是舒缓 舒缓它的那个 长牙齿的 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不舒服的感觉 那种症状这样子 嗯嗯 还有这个奇特 Copaiva奇特的地方是 嗯 它有一个像放大镜的作用 放大镜 对 放大镜 比如 可以比如说 你晚上 你觉得 Lavender两滴不够 嗯 你要再增强那个虚拟草 让你安神的效用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滴的 Copaiva 哦 对 又或者 就是 就是来增强那个效果 来增强那个效果 对对对对 yeah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精油 很不错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 RC RC 是stand for什么东西 是 它指的是 Respiratory Care 就是Respiratory 就是你的呼吸管 呼吸气管 对 然后Care的话就是照顾 照顾你的呼吸气管 哦 对 所以一般 比如你有伤风啊 感冒或者鼻塞啊 就是你呼吸管 刀的那些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这瓶 啊 那我一般的话 如果我一直 一直不断的流鼻涕的话 流鼻水我就会倒一滴 然后我就会 涂在我的鼻子间 两边 对 然后就会这样子按摩 这也是我 我终于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你这样子按摩 可以让你的那些鼻涕全部都出来 都出来 都出来 就是可以把里面 暗胀的东西也是排出来 都排出来 对 就是你可以其实倒在 一碗的那个 温水 嗯 然后你就这样子 呃 闻进它的那个 分子 嗯 哦这样子也是可以帮助到 那个 它可以通 通那个呼吸气管 哦这样也不错 嗯 嗯 再来的话就是 Digise Digise 听起来好像跟 肚子有关 肚胃系统的肚子 对你的肚胃系统 嗯 所以一般 嗯 嗯 它有一个很 嗯 很重要的味道 对 对 因为它里面含有了 嗯 姜 就是姜 就是姜 还有一些印度的香料 印度的香料也在里面 是是是是 嗯 就是那一种 比如你吃咖啡的那种香料啊 哦 所以 Digise 固米C的话 它就是对你的 肠胃系统有帮助 嗯 好比说我 我的肚子很容易 很容易脏风 那里面有姜 还有这一些香料的话 真的是可以帮我们 排掉我们肚子里面的风 哦 就是胃脏风 嗯 或者你肚子就是在脚啊 脚肚子 不舒服 嗯 对 就是 就是倒在你的手掌心 然后这样子按摩 又或者 我要快啦 所以我会直接喝 直接喝 这个也是可以拿来喝的 是是是是 OK 其实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它的味道 嗯 可是 嗯 对我来说 当我喝进去 它其实喝完了过后 它有那种甘甜的味道 哦 留在我的舌尖 就是它不会讲说 会那种很苦的味道 不会不会 其实是甜的 对我来说啦 是吗 你要回去试一下 OK 我会回去试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Tees Tees 对 Tees 叫盗贼 华语叫盗贼 盗贼 为什么叫盗贼呢 很特别的由来 主要就是从我们 欧洲十五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这个 黑死病 很多人死掉了嘛 嗯 然后就刚好有这四个 嗯 就是他们是 卖香料的 商家 商家 对 他们是卖 就是买卖香料 香料的商家 嗯 那他们就 起了一念贪念嘛 就很多人死了 就是留下了他们的财产 在家里面嘛 可是 又没有人去 嗯 帮他们处理 所以这些 嗯 香料的商家 他们就 就很贪心哦 所以他们就用自己 嗯 密制的 密制的这个 密房 密房的香料 搭配了之后 然后就涂抹在他们的身上 跑进去那些死人的家里 嗯 偷了他们的财产 然后就变得很 很富裕啦 嗯 变得很富裕 然后就这个国王他就发现到了 啊 为什么这些人 不但没有死法的 变得那么有钱 哦 所以就把这四个人抓了起来 然后就盘问他们 嗯 到底是什么秘 你们有什么秘密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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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不知所措 对,特别是那种会飞的蟑螂 哇,我们真的是追着它跑 突然间飞在天花板上面 那种真的是 我听到我的毛都起来了 对,所以我们就上网查了 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驱赶这些蟑螂 然后就发现了 原来蟑螂不喜欢这个盗贼的味道 然后我们就在蟑螂出没的地方 就随便这样子抵了3D 然后隔天起来我们就看到蟑螂 其实真的是最混沌的 最好,已经没有力在那里 对,已经没有力了 可是它还是活着了 哦,还是活着了 只是它不会死 它不会死,只是变得真的很虚弱 没有像前一天晚上这样子 浓飞飞飞飞飞飞飞的那种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它抓了 就掉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很好的 增强力免疫系统的效果 就好像刚才你所讲的故事 故事里面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蟑螂保护了他们 躲过这个死了很多人的黑死病 这样子的话我们平时也是可以来 躲在我们身上来预防这些 就是净化的功能 净化,这样子我听起来净化 是可以净化空气吗? 是,它除了可以净化空气 太贵了 哈哈哈 它除了可以净化你的家里的空气 特别是我们新加坡这里以前还有燕麦的时候 我不懂我希望今年不会再有燕麦的时候 我也是记得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有燕麦,对吗? 对,那你就可以在家里 就是寻这一个 就是净化空气 又或者是如果你才刚搬新加 那个油的那个气味很重 你也可以用净化空气来把这些味道给去走 来除掉那个气的味道这样子 是是 这样其实还蛮有用 哦,还有就是净化空气里面当中有一个成分 是有一个成分是可以帮忙去蚊子的 哦,那个是什么成分啊? 呃,是叫香茅 香茅 香茅啊? 对,香茅 香茅是lemon grass 哦,ok 所以你就这种纯天然的防蚊子的这种配方 你就可以把比如你倒一滴两滴在水里面 摇一摇然后就喷在你的身上 这样子 这样子我也是可以用在我的孩子身上 来防蚊子啊 或者其他昆虫来咬它,对吗? 对,对 这样也是不错的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呃,pan away 它的瓶盖很特别 对,它瓶盖特别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一个成分 哦,里面的成分是冬青 有冬青 有冬青,它就是一个富房的精油 里面含有了冬青 有薄荷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你的肌肉舒缓的精油在里面 哦,所以这一瓶真的也是很贵的 是吗? 对对对,如果我们开起来闻的话 它有一点像那个沙西的味道 不是,是贴打酒的味道 贴打酒 哈哈哈 它还有甜甜的香味也是 难怪这个 就是跟贴打酒差不多坏到 差不多 就是让你舒缓你的肌肉啊 你的脚或者运动过于激烈的话 你的脚很累啊 很痠痛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 也是一样就是倒一滴哦 就按摩咯 就按摩咯 就按摩在肌肉酸痛的地方 对对 哇,这样子我就需要试一下咯 因为你抱孩子很多 因为我抱孩子很多 然后我就肩膀很痠痛 对对 尤其是肩膀这一边 我真的是超需要这一个 叫什么? Pen and away 哦,就是那个 让疼痛远的一里 对对,让疼痛离开你 对 呀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一瓶就是 stress away 嗯 stress away 我需要 stress away 就是真的是让你的压力都 都say bye bye 嗯 呀,所以如果我们 它也是一个富方精油 嗯 很香 很甜 对对,它有 很强烈的那个 香草 香草的精 那个味道 很像ice cream的味道 像那个雪糕的味道 对 香草雪糕 哈哈哈 让我想起这一个 对 所以它真的是 顾名思义 就是让你在很压力的时候啊 你尾巴会涂抹 就是我会配合这个滚柱 嗯 我们要示范那个滚柱 嗯 OK 所以我会配合这个滚柱 嗯 就是你可以打开瓶盖呢 然后 然后放一个角度 把这个瓶子头打开来 哦 这样子就不用 不需要用你的手来 就不需要用手指来 来 来开它 这样子 会伤到你的手指 哦,这样蛮好用 对,然后你就把它放在 滚柱放在上面 然后 因此需要把这个瓶盖盖紧 嗯 它就已经 已经锁紧在里面了 已经锁紧了 哦,这样真的是挺方便的 有这个滚柱 是 然后这个滚柱 你就可以涂抹在你的太阳穴啊 嗯 涂抹在我的手腕上面 对 它就真的是可以帮你 安抚你的精神 嗯 因为一般你都会很激动 对 所以 其实如果要好睡眠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把这个 薰衣草还有 然后就有stress away 藏在你的扩响器里面 就给它扩响 就是让整个人放松心情 是 然后把压力都解开 对 对 这是 好舒服 我踢了我都 很想要 很想要用嘛 对 呀 所以 嗯 这就是我们的 杨莉莉的优等配套的 大概的介绍 嗯 OK 嗯 嗯 嗯 所以 嗯 如果你们对这个 油等配套有兴趣的话 又或者想知道 可以在哪里购买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 Aroma妹妹的网站 嗯 去那里就是采购 又或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会一一的为你解货 嗯 好 谢谢你丽莉 谢谢 就是解答 就是Yung Living U等配套的 这些精油跟配奸这样子 是 好不客气 哈哈 好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给我们按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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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